医管局计划再向外招聘 将会推出环球医疗人才会再计划 吸引海外和内地年轻专才 来香港工作一至两年 对于近期新冠疫情升冠 医管局应急指挥中心 恢复全日运作 新冠确诊个案回升 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宠某日前推算 每日有1万人感染 医管局主席范雄凌说 截至星期五国公立医院 共有2700名新冠病人留医 大部分都是轻症 平均住院4.8天 预计感染人数仍然会上升 医管局应急指挥中心 恢复全日运作 我们会密切监视着 每一个联网每一间医院的病人 入院出院情况 随时需要的 我们会去加临时病床 我们也已经调配了额外资源 给我们的前线同事 让他们可以更加集中精力去抗疫 范雄凌又透露去年招聘大约500名医生 填补流失的人手 但是承认经验未必及得上 下个月会推出环球医疗人才汇聚计划 吸引海外和内地年轻专科医生来讲 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找到年轻的专才 他们已经有专业训练的 但是他们会觉得 如果能够回到医管局 在我们这里服务一年到两年 在专科方面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好的高层次的培训 到时他做完之后 他回到自己的地区或者国家 他那个专业的地位又可以提高一些 他譬如麻醉科的 我们因为案例多 我们病人多 我们可以和他作新订造 他需要学哪方面的专才 至于局方到英国招募医生 发出139章评书 当中32人已经签约 期望第三季来港 未来亦会去到澳洲等地 招募更多人才 无线电视记者黄芷瑜报道